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 使用智慧型手机已经越来越普及 政府计划推出一个应用程式 未来不论是办理政府服务 缴付账单 更新驾照和录税 甚至结婚和新生一样登记 全都可以在弹纸之间办理 协助我国朝向数码先进国 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透露 政府在今年4月已经原则上同意 设立这个一站式手机应用程式 按照政府计划 这个应用程式不但涵盖政府 和部分私人公司的服务 还能够缴付生活杂费 交通罚单等 不需要出门 只要一个手机应用程式 就可通通搞定 而为了确保计划完善 当局目前正透过网上调查 来收集民众的意见 当局希望民众踊跃向当局提供看法 让这个国民应用程式 能够更符合国人的使用习惯 问卷调查将进行三个星期 到11月6号截止 不食用力 进行独立 人家の登顶